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如意 有时会因为眼前一点诱惑 从而影响整个团队以及个人利益 下面我们来看个故事 狮子是丛林的猛兽之王 管理着整个团队 这一世的狮子想锻炼下自己的儿子 将来可以继承自己的位置 于是把最弱的一个群体 狼群叫给小狮子去管理 这个狼群有七只狼 小狮子开始给他们分配食物 小狮子把打来的猎物、肉 平均分成了八份 自己留了一份 其他的狼一人分到了一份 这样看似很公平 可是所有狼都不满意 认为小狮子分配不合理 谁都认为自己贡献大 要比他人拿得多 拿到食物后 这个狼群很齐心 谁都不服从小狮子的惯例 和小狮子对着干 小狮子找到父亲 说要好好教训狼群一下 这时被老狮子拦住了说 做事不能用武力 这样只会让他们更加反抗 老狮子让小狮子跟着他 看他是如何管理这个狼群的 第二天 老狮子带着小狮子来到了狼群 这时 老狮子把肉随便分成了八份 自己挑了最大的一份 然后对狼群说 其余的肉 你们如何分 由你们自己定夺 这时狼群瞬间沸腾起来 都说自己贡献大 要拿最大的那一份 为了自己的利益 狼群开始互相攻击起来 完全不顾往日的兄弟情谊 这时 小狮子看后非常惊讶 对父亲更加崇拜 连忙对老狮子说 这个办法真棒 这是什么计则 老狮子笑着说 人类公司有种管理制度 叫做绩效工资 第三天 老狮子同样把打来的肉 分成了八份 这个时候 自己却挑了两份 给七只狼留了六份 这时还是对狼群说 其余的肉 你们怎么分 由你们自己定夺 七只狼看到了六份人 比昨天更加疯狂 狼群为了六份肉 疯狂地争抢起来 完全不顾及同伴的死活 直到最后 已知狼倒地致死 狼群才停止争夺 这时小狮子又问老狮子 今天这又是什么计策呢 老狮子笑着说 这是人类公司 惯用的莫为淘汰法 第四天 老狮子把打来的猎物 分成了两大份 一份留给自己 另一份给了狼群 这时 他还是对狼群说了同样的话 其余的肉 你们怎么分 由你们自己定夺 这时的狼群又争夺了起来 最后有一只最厉害的狼 得到了这块肉 自己吃饱以后 剩余的肉 才会轮到其他狼来吃 并且 这只狼成了狼群的老大 其余所有狼 都对他毕恭毕敬 无不服从 这个时候 老狮子只需要管理这一只狼 所有的事情只需交给他 再也不用为其他狼再操心 这个时候 老狮子不仅得到最丰厚的利益 也省了不少心 小狮子又问 那这个计策又叫什么名字呢 老狮子微笑着说 这也是人类公司领导常用之法 竞争上岗 第五天 老狮子把肉分成了三份 自己拿了两份 把剩下的一份 又分成了七小份 留下其中一个大份的 其余的平均分给狼群 这时候 老狮子对狼群说 这里还剩下最大的一份 谁的表现最优秀 这块最大的 就会额外分给谁 其他狼都去努力表现 有一只狼特别聪明 把自己的一半拿出来 给了老狮子 最终 他得了最佳表现奖 得到了那块最大的肉 而老狮子得到的利益 一次比一次多 这时候小狮子说 这又是人类公司的哪个管理之法 老狮子严肃地说 这个比较深奥 社会前规则 第六天 老狮子没有把打来的猎物分给狼群 而是让他们去野地吃草 因为以前的竞争 这个狼群已经不再团结 早已分崩离析 也没有精力再去反抗 只好逆来顺手 老狮子对着小狮子说 这就是人类现在的和谐社会 这和我们做人一样 面对老板的压榨 我们要勇于反抗 善于团结 不要光看到眼前短暂利益 而失去长久利益 现如今 社会竞争激烈 个人利益 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唯一目标 然而 正是这种短视的眼光 使得人们容易忽略了 对待他人的重要性 只追求眼前的利益 不但会损害他人的利益 也难以建立起 长久的人际关系 因此 我们需要摒弃这种眼光 以更加真诚和宽容的态度 来对待他人 首先 真诚对待他人 不仅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还能为自己带来更多机遇 一个人 一个人若心存短视利益 只关注眼前的个人利益 很容易丧失他人的信任 和合作机会 然而 如果我们能够以真诚的态度 对待他人 积极倾听 理解别人的需求 并愿意帮助他人 实现他们的目标 我们将会赢得他们的喜爱和信任 这样的信任关系 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和互惠互利的关系 从而实现更大的长期利益 其次 真诚对待他人 也能够帮助我们 树立良好的人品形象 眼光短浅的人 往往只看中个人利益 对待他人漠不关心 或者甚至利用别人来谋求自己的私利 这种行为 不仅会伤害他人的利益 也会损害自己的声誉 相反 真诚待人的人 会受到更多的赞赏和认可 因为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 也将他人的利益放在心上 这种高尚的品德 将使我们在社会中 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推崇 为我们的发展和成功铺平道路 最后 真诚对待他人 也是一种成长的智慧 眼光短浅的人 只看中眼前的个人利益 容易忽略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 当我们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人时 我们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 有着无限的联系和互动 通过倾听他人的声音 理解他人的需求 我们可以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 增长自己的见识 只有放下短视利益的眼光 我们才能够真正走出自我 拥抱多样性 从而在人际关系中 不断成长和进步 远离只关注眼前利益的眼光 真诚对待他人 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它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稳固的人际关系 树立良好的人品形象 并促使我们不断成长和进步 在充满竞争和变化的社会中 始终保持真诚对待他人 我们才能够实现更大的长期利益 同时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这是一种智慧 也是我们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必有之路 近年来 社会发展迅速 利益驱动的思维 在人们的心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很多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 只会关注眼前的利益 忽视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 然而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摒弃这种狭隘的眼光 关注到更长远的利益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只看眼前利益的眼光 容易导致短视的决策 人们往往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长远发展的规划 面对眼前的利益诱惑 我们会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选择 这不仅会给他人带来伤害 还会最终危害自己的长远利益 因此 我们应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 审视度视 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 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只看眼前利益的眼光 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 当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时 沟通 合作和信任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 各方只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不顾及他人的需求和利益 这样的关系很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 相反 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他人的需求和利益 以共赢为目标 就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共同实现更大的价值 看眼前利益的眼光 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 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需要各个成员的相互合作和信任 如果每个人都只看眼前的利益 不顾及他人感受和社会需求 就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冲突 一个社会 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够关注到更长远的利益 并为之付出行动 才能实现整体的共同发展 因此 我们应该努力摒弃 只看眼前利益的眼光 更加关注他人的需求和利益 与人交往时 要学会换位思考 尊重他人的感受和权益 再做决策时 要考虑到长远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融合 共同追求更高水平的发展 对待别人时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 而应该摒弃狭隘的眼光 关注到更长远的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只有通过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利益 我们才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让我们共同努力 摒弃只看眼前利益的眼光 塑造一个和谐 有爱 共赢的社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